全球最貴名化 达文西的救世主 14億美元 填甲落槌 加上佣金 約4.5億 增合台幣138億元 然而藝術圈有聲浪 之一它不是真機 不但阿布達比羅浮宮 無限期延後展出 英國電訊報跟TBO 巴黎羅浮宮 也考慮撤展 看看达文西其他畫作 肢體活潑 生動有群線 畫風更複雜 更精細 當然不用說 這一幅蒙娜麗莎的微笑 背景綿延壯麗 和人描繪耶穌的救世主 只有頭髮栩栩如生 當在他工作室裡有學生 或教員 他可能會進去 說 你很瘋狂 那不是你做髮 讓我看你髮 而且主角左手捧的水晶球 沒有畫出折射感 專精科學的達文西 怎麼可能會犯這種錯 不過多數專家仍篤定他出自達文西之手 羅浮宮發言人也說撤展消息是假新聞 預計今年10月如期展出 專家說救世主袖子的處理 手指的畫風 臉部模糊夢幻的手法都很搭文西 不過全球都想問百億台幣的名畫 到底是哪個有錢人出手買下 是美國人 中東石油王 還是中國土豪 最后傳出買畫人 是沙烏地王子之一 也難怪畫作被阿布達比羅浮宮收藏 只是說好要展出卻突然變化 讓這幅畫的真假傳聞 再添更多想像 三連新聞總部到